韓信平定了齊國,派人尚書給漢王劉邦 齊人狡詐多變,所以需要設立一個代理齊王來鎮守齊地 劉邦聽了之後,勃言大怒,破口大罵韓信 他就說,我自己被漢語圍困在營養 韓信非但沒來救我,還要現在來封王,怎麼搞的? 劉邦的怒氣,嚇到韓信的使者呆了一邊,不知如何好 在這個時候,張良和陳平立刻踢了一下劉邦 也向他洗了一下顏色,劉邦才醒悟 他知道他的霸業是不能離開韓信的幫手 於是,他雖然在臉上繼續生氣,但他立刻轉了口風 就說,哎,做什麼偽齊王?這麼沒出色 大丈夫平定諸侯,應該做個真王 不如做真齊王吧,我封他做 於是,韓信的使者就放心了 把這個資訊帶回去給韓信 劉邦就派張良帶著福音前往齊地 封韓信齊王 又派遣韓信進攻項羽 因為龍追被韓信打敗了,死毀了 令到項羽失去了一圓大將 所以項羽開始對韓信有點忌憚 有幾分恐懼 在這個時候,項羽也非常後悔 所以當初他沒有好好地重用韓信 對他視而不見 於是,項羽派一個謀士,口才很厲害的人 叫武蝕,就去招韓韓信 企圖斬斷劉邦的一個得力助手 在這一天,雞蹄時份 武蝕就趕到齊國 他就看到韓信還未起床 就內心地等候 到了天亮的時候 韓信聽過項羽的使者已經等候多時 他就全令接見 武蝕見到韓信之後 然後立刻就說 韓王,你為什麼不重新歸信這個韓王 韓王 看韓啊,韓啊 那些音很像 要咬得正一點 看在你和韓王有個交情的份上 為什麼不回去做韓王一臂之力呢 將來稱王於齊國 就可以和韓王,韓王三分天下 現在你跟著劉邦 但是劉邦根本是一個小人 他不可信的 他曾經多次落在我們韓羽、韓王的手上 但是每次韓王都被他扮可憐 被他的奸計得逞 被他騙了 而最後就放了他 而每次他都背信棄義 反過來進攻我們韓王 所以你現在能夠活到現在 都是靠因為有韓王在 如果他不在 你不要看他和你交情很深 如果有一天他戰勝了韓王 你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你就會遭殃了 聽了這番話之後 韓信心裡 都是有一些感激 武蝕為他去著想 當然武蝕根本是 受人的主使 就是別人請他去幫忙做的 都應該收了一些好處 但是韓信聽到之後 都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但是說完這句話 他絲毫沒有動搖過他對劉邦的忠心 雖然他的人比較囂張 但是他對劉邦都是一片忠誠的 那他就說 從前我在韓王那裡 他有沒有重用我 我做個狼中襲擊狼 就是拿著槍的人 地位連站江的衛士都比不上 我的說話他又不聽 我的計策他又不用 我這樣才被迫要背楚歸漢 但是我去到漢地 屬中的時候 漢王怎樣對我 他讓我統率千萬的軍馬 給我做這個大元帥 他根本不認識我 我沒有任何戰功的 還讓他身上的衣服脫下來 給我遇寒 把好的飯菜給我吃 我的說話他聽從 我的計目他采納 所以我今天才有今天的成績 今天的地位 看望這麼重用我 信任我 我怎麼可能背叛他呢 如果我這樣做 簡直是一個不仁不義之徒 我會為世人所討厭 為世人所取笑 你都是回去和漢王說 我不會這樣做的了 那武舍見韓信的態度這麼堅決 只好無奈地告辭了 那他回到漢王身邊之後 就把這件事說了給他聽 那漢羽見武舍失敗了 只好長坦一升 就是在這個時候 就有一個能言善道的碎客 又站了出來 他就要求去齊國說服韓信 究竟他是誰呢 他是不是真的能夠說服韓信 這個半漢龜楚呢 我們下一集再講